关心的是李登辉的孙女李坤怡今天出嫁了 一大早新郎赵赞凯就到了翠山庄迎娶 李坤怡穿着立体蕾丝的白纱 搭配简单的珍珠项链相当素雅 不出大门 李登辉孙女李坤怡一袭高雅白纱 用简单珍珠法式点出气质 手中捧着红色玫瑰花 与新郎赵赞凯的深红领带相呼应 两人手牵手新婚的喜悦挂在嘴角 小心她稳步伐 旁人随时调整裙摆 美娇娘即将从翠山庄嫁到大直莱特花园 欢迎李坤怡小姐上台 李坤怡与凯沃香港分公司总监赵赞凯相恋七年 终于完婚 15号上午寻谷礼结束迎娶仪式后 下午2点将到济南教会举办简单仪式 6点30分再到东方文华饭店宴客 席开27桌 总统 你有欢喜吗 欢喜 不愿意 谢谢 谢谢你 宝贝孙女的终身大事 即便李坤怡日前小中风身体一好转马上出席婚礼彩排 不过由于右手食指中指还无法灵活行动 中式婚宴将改采西式刀叉进食 而不同于一般人会选择6日结婚 李坤怡婚礼是在星期二 李东辉办公室主任王彦均表示 是配合东方文华的时间没有特别挑日子 友人TV综合报导